智能公测引导系统 扫码取册直击 智能管理装置 在上海 科技融入智慧公测建设 民众如厕体验不断提升 近日 在上海敏航区专桥镇新都路水文化公园里 一座带有超时报警功能的公测引发热议 11月20日下午 中心设计者在这座智慧厕所探访时了解到 其内设的系统会自动检测公测异味情况 并按需开启排风系统 同时 还可通过人流量 用水量 耗电量等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便于管理部门优化调整 此次引起关注的超时报警系统 也是民航区在智慧厕所建设探索中的一项举措 在水文化公园工作的一名保洁员向记者介绍说 平日里来此健身的一老年人居多 使用厕所超过15分钟即出发报警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确认使用者是否出现了意外状况 同时 也可督促市民在使用完厕所后尽快离开 避免长时间占用公共资源 记者发现 在每位市民如厕后 保洁员都会仔细地记录使用时间 据介绍 该坐厕所的管理方先期已对市民如厕时间进行过调研 针对网上的相关议论也会再次详细统计 以便确认是否需要对15分钟的时长进行相关调整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社会学博士张海纳表示 无论从关注民众健康安全还是科学合理使用公共资源角度 初衷都值得肯定 这体现了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高水平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有益城市